然后正打算 就是结婚的时候 她母亲极力反对 因为她的家庭 是非常富裕的 我的家庭是非常普通的家庭 她的母亲找到了我 跟我说 如果 我能离开她的儿子 打掉这个孩子 她会给我一大笔钱 她给你多少钱有关系 非常大的数 非常大的数 你接受了吗 我非常坚决地拒绝了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打掉这个孩子 是真答应了想打掉 她是权宜之计 这个孩子 是我对她爱的延续 我决定把她留下来 直到孩子快到中岁的时候 我的母亲 来到这儿看我 才知道所有的事情 没办法 她接受了这个孩子 但是她要求 孩子的父亲 一定要负责任 每次带她去公园 看到别的 别人家的父母 陪着孩子 有说有笑 玩耍兮兮 我不知道孩子心里 明不明白 但是我能感受出 她有那种期盼 所以我今天来到这儿 希望她能回来 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单亲妈妈的心酸 毋庸置疑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她的所作所为 以及她今天来告白的目的 大家是否认同 她的这种做法 是否支持她 请用你们的感叹号和问号 来表态 三二一 请表态 哦 一半了一半 多少离了婚的单亲妈妈 照样没有爸爸陪伴 照样是自己带着孩子 长大的 所以你现在既然 已经是这样了 不要再这么想了 好不好 当借总 她只是一个播种的人 她没有任何意义了 我觉得你应该认她 起码给孩子一个 怎么说不能完整的一个家吗 给孩子找个一个爹来 我如果是当事人 就是你之前请男友的话 其实我不会跟这个孩子 再接触下去 要让一个男人负起责任 社会的家庭的责任 为什么 当初她做了那样的事 她就该承担这样子 事情的一个结果 像你当初已经很答应 她的妈妈 就是不要她的钱 然后不要孩子 但是这个事情 是你在答应了之后 你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这一切的承担 这一切的后果 就应该由你自己来承担 我担心这个孩子 将来性格上会有缺陷 这么多单亲孩子的家庭 也不一定啊 只要你给她正确的教育啊 我怕毁了孩子的一生 从法律角度来说 非婚子女 应该享受同样的教育 包括权力 所以她不管是从这个 钱财上也好 还是陪伴也好 还是对于孩子的教育上来也好 她都必须去完成 她一个父亲 应该尽到的责任 为什么有些女生 明明在爱情当中 伤得电铃铃伤 非要把这孩子给生下 到底是因为她曾经是 爱情幸福的见证 还是爱情梦魇的见证 又或是你要报复这个男生 毕竟这个孩子是一个 很小的生命 对 是很小的生命 但是你给不了她更多的幸福 我觉得大人的事情 不要伤害到小孩 一定要为小孩负责任 也许那个时候 你们都很年轻 然后都很冲动 不成熟 或者她现在已经成熟了 我觉得给一次机会吧 至少一定要让她知道 这个小孩的存在 让她负起她该负的责任 孩子在十几年以后 她能不能一辈子 不知道这件事情 她可能会知道 她会知道了以后怎么办 所以我今天来了 我要为了她的将来 给她一个交代 三年前 杨雪与张思耀相恋怀孕 准备结婚的时候 却遭到了张思耀母亲的强烈反对 而男友思耀 却选择了顺从母亲 希望用钱 来解决她和杨雪的感情问题 而即将为任母的杨雪 在拒绝巨款补偿之后 决定独自生良 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几年过去了 杨雪却来到了节目现场 希望前男友张思耀 能够对孩子承担起父亲的责任 那么当年 抛弃杨雪和亲生骨肉的张思耀 会来到今天的节目现场 接受杨雪的告白吗 你说让他来负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你认为他要负起哪些责任 给孩子把户口上 第二个就是能像别的父母一样 父亲一样陪孩子多玩 有没有经济上的要求 即使没有他 我也能完完全全的照顾好孩子 抚养好孩子 如果你这事弄巧成拙 他妈反过回来要抢这孩子 要要这孩子跟你打官司 我觉得不会 如果我的儿子在外面 真有个私生子的话 我真的我不顾一切 我要把他给认回来 即使谁带着 那都是我家的骨肉 到时候他跟你抢孩子 你怎么办 我今天就不会给他 不论付出什么 不论付出多少代价 这个孩子我谁都不会给 那接下来 请你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键旁边 杨雪 如果孩子他爹今天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做 你谁他不来 我也会自己带着孩子 好好地把他扶养 还在找他吗 不找他 对 第二 如果他来了 他说这与我无关 按照我们当初 你跟我母亲之间的约定 你是不应该生下这个孩子 我不认这个孩子 你怎么办 将来我会告诉孩子 如果孩子他爹来到了现场 痛哭流涕 要承担起自己所有的责任 你还愿不愿跟他好 他会说杨雪 他会说杨雪我是个懦弱的 你知道我的 你了解我的 我是被我母亲所逼 但是现在 我再也无法忍受 这样的被控制的生活 当我知道我有了孩子 我必须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来保护你们娘俩 难道我们不能在一起吗 即便不能在一起 我也愿意在生活当中守候着你 可以吗 不可以 孩子还那么小的时候 他宁可放弃 我觉得他非常财忍 他不只是懦弱 好吧 既然你这么决绝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你会再婚吗 不排除这个可能 我可以考虑 对孩子找一个好父亲 前提必须是对孩子好 我只给你一个建议 还是不要说他一年早逝了吧 孩子拥有这样的知情权 好吧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其实你还是爱他的 你要是不爱他 你不会哭得这么伤心 如果今天你来告白 只是要他负起一个父亲的责任的话 你怎么会这么伤心 足以说明你心里还有他 还盼他回头 我觉得孩子太可怜了 连自己亲生的父亲 都不愿意认为 但是你也要想到 他虽然 有了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爹 却也有了这么一个勇敢的母亲 世界是平等的 孩子 缺少了一分爱 我可不期望 这样的一个爹 能够给他什么爱 你需要做的是 迅速地从这段悲伤当中走出来 因为你比普通的女人 要扛的东西多呢 你要是说 你要是天天在孩子面前 这么以泪洗面 那倒真的是给不了他 好的成长环境 他会认为自己的母亲 在我从小就悲悲怯怯 每天怨天尤人 虽然把我生下 却从来没有给我一个笑颜 不会的 所以你要收起你的眼 其实心里是非常难受的 为曾经的这个男人 为我自己的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 他那么小 从小就不知道自己的亲生 父亲是谁 长大了会问我 妈妈 我的爸爸哪去了 别人都有爸爸 我的爸爸哪去了 我怎么回答 电视播出之后 好多人都会知道这个故事 他可能真的会来找你 我刚才问你的那些问题 可能都会发生 我当时问的本意 就是现在我要告诉你 如果这扇门打开 他不出来 即便将来的生活当中 他再怎么回头来找你 我也不会 这是编导给我的一个信封 里面 有他的联系电话 我们是找召了他的 要不要跟他联系 在于你 既然他今天没来 不想联系也没有必要了吧 其实我觉得是你可以 不直接联系 让你的律师联系 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真的从此放下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一起走过东西初夏 为何现在只剩我再期盼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一起走过四水年华 为何你却离开 把我留下 有什么rain 你还这样 在这里 我们俩 我们俩